今天很高興來到東港城 去唱歌給大家聽 如果大家逛街逛得累的話 有時間都可以站在這裡聽聽歌 輕鬆一下 現在是黃昏的時間 都是一個很Lasher的時間 希望大家Enjoy 第一首送給大家的歌 Betterman A運輪 Iモ 努力 が自分速的 A運輪 COME fortunate ixo 복 recommend Hood 這個 HHH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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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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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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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高三次是彼此相安无事愿意知 我最想归到以后一层上一枝 每天等你一天自一步也都无理 谢谢 相安无事 这首歌都是我大概五六年前的一首作品 想到有一段日子 接下来这首歌都已经写了我想 都有达六七年时间 就是写给謝安琪的一首广东歌 叫做《雨过天音》 其实对于我们的写歌来说 我们基本上在我们的床下底 都有很多一些作品都未被公开 所以大家听到一些歌手演绎我们的作品 其实对于一个写歌的人来说 是一件很难得很荣幸的事 所以很开心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平台 去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作品 所以希望大家试心得上 《雨过天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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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组织分离 成年 上海后的初多不变 他更多又面对面 不捨得这世事 如今自尺 会被撞天 可惜经过光阴世面 各自有自己的手难言 我心知 愿在后总须不散 也许不再遇见 但他伤我后前天 是他心空暗 只在捧天 从上次参加 后不就不再遇见 你知关于今从落前 让那点故事重现 让我可以起重点 帮你也肯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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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 你也肯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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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 五個天了 很久沒有唱過這首歌 很難得了 今天有機會將自己的作品和分享 大家再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徐偉賢 是一位創作歌手 如果大家在東港城逛街逛得累的話 可以在這裡聽一下歌 輕鬆一下 吃一下雪糕 喝一下咖啡 好像現在這樣 接下來 剛才就唱了兩首我自己的創作作品 接下來這兩首歌 是兩位新加坡女歌手的歌 都是我很喜歡的 第一位是蔡健雅的一首國語歌 叫做《空白鴿》 這首歌 我很記得除了是蔡健雅版本之外 我在網上看到楊宗偉 也唱了一個版本 在這裡 祝大家 不太敢 謝謝 謝謝 更多啊 不幸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自然 两个人的爱都很难 其实并不难 是你太费货 隔着一道敲途 跟谁更想 不想让你为难 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 我想你是爱我的 我猜你也舍不得 但是听我说 总觉得我们之间 留了太多空白的 也许不是我的 而你却又该割舍 分开或许是选择 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自然 两个人的爱有两个分担 其实很难 是你太悲观 我只要是一道敲途 跟谁分享 不想让你为难 也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 我想你是爱我的 我猜你也舍不得 但是怎么说 就觉得我们之间有了太多空白 也许你不是我的 而你却又该割舍 来看我随时选择 刚才可能是我困难的缘分 我想你是爱我的 我猜你也舍不得 但是怎么说 就觉得我们之间有了太多空白 也许你不是我的 而你却又该割舍 来看我随时选择 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这首歌是空白隔 陳潔儀 我想大家都應該聽熟悉這個名字 其實在幾個月前 我有機會跟她合作一套音樂劇叫做《雲馬鬥》 在裡面認識陳潔儀 很開心 因為她是一個很… 除了唱歌 即是好聽之外 她的人跟她相處的時候 是給了我一個很舒服的感覺 我也跟她說 很特別是因為我們都有些音樂上的交流 我又給了一些我的作品給她聽 她就會很有趣 她會說 為何你們香港的歌曲 音樂會這麼密 我又聽回一些台灣或新加坡的歌 其實是 她們的作品 其實音樂都比較沒有那麼密 讓歌手更加可以發揮到她們的拉長音 技巧 所以因為我也選了她一首歌去唱給大家聽 雖然這首歌不是過去過 但我相信一唱 大家都會知道這首歌是沒有歌的 大家都會知道這首歌是沒有歌的 但你還未能在人心中消失 滿掉眼淚為你再等 時一秒秒細緻漲襯 因為你還未能在人心中消失 因為你也能在人心中消失 但你也能在人心中消失 愛著你 掛念你 渴望你 前來和我接近 花也好 花亦是 似在书 无望也不要紧 我愿意 有人会 一觉睡醒 这梦会变真 你一忧一会来 总想多可无论为我 这这心 心想贵命 Zither Harp 到月花的海 推过一生 一切一切 心想甜甜的一 到月昨天 未能开解此心 让你去留 为你再等 是一秒秒 细致长沉 为你的路口 再负责我愿意 曾是爱过 别掉人分 做什么自我留心 等了又等 我爱着你 我愿意 渴望你 前来说我接风 花也好 花亦笑 自在书 无望也不要紧 我愿意 每日会 一觉睡醒 这梦会变真 你一忧一会来 总想多可无论 还为我 从这心 心想贵命 你一忧一会来 总想多可无论 再恋爱 心里都 兴奋 知不知道什么歌 是哪一套音乐剧的女人歌 雪狼 很多人都知道 刚刚就是一首音乐剧烂的作品 接下来有一首英文歌 想送给大家 这首歌 其实我可以上网看 它是一套有些暴偶 暴偶 即是有人去扮 用手去弄个暴偶 当然要唱出来 这首歌名叫做 《Rainbow Connection》 可能大家也会用这一套音乐剧烂的 送给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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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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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听说你是最底下的主流 谈音乐谈说是不说爱 若无其事 原来是最恨的报复 当晚上堂拜我们的乐多余 你说睡醒它没有微信 好孤独 我才明白时间找分手还曾苦 老朋友了才没资格的满足 我想哭不敢哭难道这种相处 不像我们没求的幸福 走下去这也不是宽容还是痛苦 我想哭怎么哭完成爱情一句 谈听说你是最底下的主流 谈音乐就是说爱 若无其事 原来是最恨的报复 我想哭不敢哭难道这种相处 不像我们没求的幸福 走下去这也不是宽容 还是痛苦 还是痛苦 我想哭怎么哭 我真爱情一句 谈谈说爱的世界 想要去 谈音乐 谈音乐 但是是不说爱 我无其事 原来是最恨的报复 我无其事 原来是最恨的报复 我无其事 我无其事 我想你们应该比较少听到这首歌 因为当时是在台湾去做主打的这首歌 所以香港人比较少听到的 不要紧要 今天唱给大家听 我刚才一直在这边跳红 原来唱歌是一个很大的 运动体能的考验 不过不要紧要 最爱大家听得开心 没那么快就唱了一大半的歌 以下来 都是听一首我创作的作品 这首歌是写给一位女歌手 在这几星期 在洪汇太阳影响她的SAMMY 这首歌的歌品叫做 每天爱你时一声 不是多一声 不是将来有歌手 是叫每天爱你时一声 那我记得当时我写的时候 我自己有一份歌词 我歌词的名字叫做 我需要一首主打歌 那其实每一个创作人 或者一位歌手 都很需要有一些恐慌的主打歌 所以这首歌 所以这首歌 每天爱你时一时 让大家感受一下 起不起初这首歌 送给大家 我一下子 我感觉很严重的歌手 就像这首歌 我感觉很严重的歌手 所以我看你时一会儿 我感觉很严重的歌手 一首歌手 我感觉很严重的歌手 那一吻 这首歌得尽 那一闪 你知道很想随着尽 遇到这首歌 亦都得太美 尝 那一跪 天天到日起 那一词 与一语 听亦与同女 曾经声歌响你 说喜欢你 太悲惑你 那天内 未到一词都好 每一晚 哼哼 都不听过 我一世也好 都一词难过 也未难过 这首歌一声 声都一词 会没着给我 吵到我 那天我信我 一生也就折磨我 我以为我会得比当初更大 这首歌一天 天笑一词 仍发着被我 为什么 请不要问我 谁怎会犯错 我一天 幸福我一生 怎么过 我一天 天笑一词都好 我一天 天笑一词都好 这首歌一声 声都好 这首歌一词都好 这首歌一词都好 每一词都好 我一天好過一生 怎麼過 這主打歌一聲聲多 一些鼓舞著你我 做到我 當天我信我 一聲啞就折磨過 我以為我會愛得比當初更多 這主打歌一天天使 一些無法著你我 為什麽 即使努力過 可惜努力錯 她寫過的事 坐聽的 都聽錯 每天來你 哨一聲 就是為了鄭秀文創作一首歌 最近她也開演唱會 主打另外一首歌 叫做《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你聽過的話 可以上網聽聽之餘 香港Familic都會送給大家聽 有什麽特別呢 這首歌其實我很喜歡裡面的歌詞 它說我們每一個人所經歷的事 都不外乎有喜怒哀樂 還有我們各自面對的事都很不同 但其實在這首歌裡面很神奇地 我們每一個人聽都會有 會拿到一些共鳴在這裏 我們跟你們一起喜怒哀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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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